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啊 以及其定义 就是说咱们要想用结构体的话 是不是得有一个结构体啊 是不是啊 结构体的定义 结构体的定义 就是说 首先咱们讲类型的定义 然后再讲去讲什么啊 变量的定义 明白没有啊 最终咱们存储东西 是不是通过变量来存储东西啊 结构体变量的定义 以及其处理化 咱们定一个结构体变量的时候 去给它付出值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咱们再讲结构体数组 咱们存储一组数据 可以用一个结构体去存储 如果要存一百组数据的话 是不是得用结构体数组了呀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结构体数组就是个数组嘛 是不是 是由若干个相同类型的结构体变量构成的集合 是不是啊 它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结构体变量啊 然后讲了结构体数组之后呢 咱们再去给大家讲结构体什么呀 指针 是不是啊 那结构体变量是不是也是变量 也存放在内存当中呀 也有七十地质 是不是啊 同学们 那讲结构体指针 保存什么呀 结构体变量的守地质 然后再给大家讲结构体内存分配 咱们定一个结构体之后啊 它有定一个结构体变量之后啊 它有好多个成员 那成员在内存当中到底是怎么存的 它去给结构体变量分配内存的时候 是怎么分配的 是不是啊 它是有一定规则的 然后最后呢 咱们给大家讲胃断 胃断 这个名词大家可能以前没太听说过 以胃为单位的结构体变量 被称为什么呀 胃断 那最后呢 咱们再给大家讲胃断 那首先呢 咱们就给大家讲一下结构体什么呀 类型 讲结构体类型之前呢 咱们先再回顾一下这一个 一个概念 叫什么呀 构造类型 那这个构造类型是什么意思呀 咱们以前是不是讲过几百类型 咱们以前讲过的几百类型 是不是自幅形 端正形 整形 长正形 float和达宝呀 那后来又讲了一个概念叫构造类型 所谓的构造类型就是什么呀 由一种或多种类型数据构成的集合呀 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讲的数度 数度是不是有若干个相同类型的变量 构成的什么呀 集合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是不是啊 它就是一个构造类型的 有若干个什么呀 相同类型的数据构成的集合嘛 它是有若干个相同或不同类型数据构成的集合 那数度就是咱们若干个相同类型数据构成的集合嘛 是不是啊 描述一组 具有相同类型数据的有序集合 用于处理大量的相同类型的数据运算 那这是不是就是数据啊 是不是同学们啊 有时呢 我们需要将不同类型的数据啊 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便于咱们用 就对着 大家准处看 比如说咱们做学生信息管理系统采放学生的信息 那学生的信息有什么呀 有整形的Nob 日服数据型的这个内母 采性命的 日服型的变量采性别的 整形的变量采年龄的 有日服数据类型的这个数据 采地址的 是不是啊 如果说 因为他们的类型是不是不一样呀 用以前的知识 我是没法定一个数据将所有的东西传起来了 因为类型不相同 是不是啊 以前的知识是不行 是不是啊 如果我要保存一个学生的信息 要定这么多变量和数据的话 那我要传出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一百个学生的信息的话 是不是咱们的那个定义变量将会变得很复杂呀 是不是啊 咱变量和数据的定义是不是变得很复杂 不太好定义啊 那我要定义一个学生要定义这么多东西 那两个五个学生的话 是不是就这么多变量了呀 改定写程序不合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事业呢 就发明了什么呀 结构体 是不是啊 发明了结构体 发明了结构体 那什么是结构体啊 那结构体是一种构造类型的数据结构 是一种或多种基板类型或构造类型数据构成的集合 是不是啊 要说结构体呢 可以将基板类型 数据数据构造类型啊 一种或多种 然后呢 组织成一个有机的什么呀 整体 是不是啊 组织成有机的整体 那 那结构体本身也是一个构造类型的 是不是啊 构造类型的啊 那 呃 接下来呢 咱们再去给大家讲结构体类型的什么呀 定义啊 那什么叫做结构体类型 那你看同学们 咱们平常用整形变量传数据 NAP等于100的时候 是不是用NAP去定义这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整形变量呀 你用RNT 你用RNT去定义的变量 是不是都是整形的变量 你用 你用Float去定义的变量 是不是都是福建行为呀 是不是这东西嘛 这个类型是不是就类似于一个模具 用模具去做 做出很多相同类型的变量出来 那结构体 结构体类型呢 和整形一样 它也是个类型 也相当于一个模具 是不是啊 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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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结构体类型啊 类似于一个模具 是不是啊 大家这个中秋节是不是都吃月面啊 这个月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是不是它先用木头 或者是用金属 是不是做一个模具出来呀 做一个模具 模具上是不是刻着花纹 然后你用那一个面 面摊成饼 然后包上馅 然后包起来之后呢 是不是放到模具里一样 扣出来就是一个带花纹的月饼 那用相同的模具 造出的月饼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虽然馅不一样 但是形状是不是 外观是一样的呀 是不是啊 那这个结构体类型 是不是就类似于那个模具啊 那结构体变量 就类似于那个月饼吧 月饼里面是不是包的馅 很口的东西啊 是不是同学们 这就是结构体类型 因为它不是基板类型的 所以说 咱们要想用结构体类型的时候 必须干嘛呀 同学们 先得有结构体类型 先得有模具 然后再去用这个模具 再去造造月饼呀 用了结构体类型 咱们再去用这个类型 再去定义什么呀 是不是变量呀 是不是 同学们 同学们 进一个了解一下 就是说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清楚 什么是结构体了 结构体 是一种构造类型的数据结构吧 有一种或弱干种数据构成的集合 是不是啊 集合 是不是同学们 这就是结构体的概念 结构体的概念 那结构体类型的定义方法 咱们这个一会儿再讲啊 感谢观看